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讲这个施将军 这个将军来台以后 他的将军退休了以后 他就专修密宗的 四壁观音的法 修这个本尊法 修着修着 他年老的时候要往生三天前 这个四壁观音菩萨 有一个护法叫大黑天 就来跟他预告 三天以后 我们要接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这佛经讲的 无有诸苦但受诸乐 顾名极乐 他就想到年纪也到了 那修佛法不是就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 连苦都没有听过 更何况有事实 所以他就往那里去 结果他就跟小孩讲 爸爸三天以后要走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善终 他欲知实至 欲先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走 这个人生如果要往生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一般高僧大德或者大善人才会有这个境界 他因为有修行又做这种大布施 他就是能够升到那个地方去 结果三天以后他的小孩就围着他父亲 他是说三天以后早上十一点 要接我往生 菩萨要接我往生 他们到十点半的时候 那个时钟就是插电的插头就把他拔掉了 时钟就停了 然后他父亲也知道 到十一点的时候就说 孩子们啊 爸爸要走了 这样 他说爸爸还没有才十点半 别走 这样子 他说 别骗我了 那个大黑天啊 还有天众都在外面接了 我走了 他是坐在沙发上脸一歪就走了 这叫做托立王 这就是一个善众 他走了以后 他的女儿 就担任就是当了这个校长 然后又当选国大代表 这个时候 这个罗鼠给他们的预言 有没有继续应验下来 还是有 他跟他说 他要保保他子孙兴旺 消灾化解 这个师校长的儿子 他是拿到这个美国通用汽车的 这个刹车盘的总代理 这刹车盘的生意 有大概有六十亿 每年 当时了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还是这样 但是这个刹车盘在美国了 出了问题 导致人家车祸死亡 所以有人告了 美国法院传讯他去的时候 有六家厂商去 都请了大律师去要辩护 他是读这个清华 清华大学合工系 还有这个 他专攻这个什么 贵重金属 好像是特殊金属材料 所以他自己辩护 六家的代理商 只有他自己胜诉 而且胜诉以后 拿到通用汽车 全部的代理权 好像六十亿还是多少钱 每年这样子 拿到这个代理权以后 他竟然跟他的母亲校长讲 我这代理权 我会评分给六家厂商 他母亲很意外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赚大钱的机会到了 他说 我这样评分 大家才是朋友 才不是对手 大家一起做一起赚钱 果然你看他这个学佛的人 他有这个气度 结果他有更大的产业 他事业越做越大 听说当时 他一年的营业额 达到台币两千亿 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集团公司了 而且他的太太 从那个芝加哥 那时候来台湾的时候 这个我师兄亲眼见到 他的太太在他们公司任总经理 这么大的集团产业 说他从芝加哥来很冷 他就说那你去中油百货 买这个T恤穿 我们台湾的这个夏天 世世年年的 他说中油百货我去了 一件一千多块买不下去 他去买一件一百块的 你看你当一个集团公司的总经理 穿一件一百块 也就是娶到这个媳妇 这么钱 这么勤俭呢 于是这个家族 他不知道还要兴旺多久 因为这家族要拜 他一定出现那种颠倒的人 我们要看到那种颠倒的人 这家族要是什么 这家族要是谁 既然是问题 但这家族要是什么 谢谢观看